这一集要来和大家分享什么素食料理家常菜呢 今天我要用茄子和红萝卜来做素食家常菜 这道家常菜呢 你可以将孩子不喜欢的蔬菜都放进去 好吃到一口接一口超过瘾的哦 大家好,我是Kissy 欢迎来到Kissy Wong TV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要向大家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 你是不是跟我样吃素 还是你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 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点点点个赞哦 这样你就不会漏洁我的家常菜食谱的资讯了 那这一道的料理要怎么做呢 切茄子之前先准备一盆水加盐 等一下切好的茄子可以泡在盐水里面 茄子洗干净后去尾 然后茄子切大约3公分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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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再切一刀 不要切断了哦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进盐水里面 茄子泡在盐水里面 就不会变黑咯 接下来我们来削红萝卜的皮 然后去掉头尾 切成小块状 放进搅碎机里面搅碎 搅碎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装进盘中 接下来我准备一些青江菜的菜梗 大约50克 对切之后放进来搅碎 搅碎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15克的香菜梗 和5克的姜 姜切块后放进搅碎机 将香菜梗的根部切掉 也放入搅碎机里面 搅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装进盘中 Omni Pork姜猪肉 是100%的纯植物肉 无添加激素 无添加抗生素 无五辛 非基因改造 纯素的产品 它的独有纯素蛋白质配方 主要来自豌豆 非基改大豆和米 混食者食用姜猪肉 能摄取更多膳食纤维 钙及铁质 而无需担心挡固存脂肪的摄取 今天我们就要用新猪肉 来做料理哦 我们取出半包的新猪肉 大约120公克 放入刚刚搅碎好的蔬菜 撒一点胡椒粉 再加差不多5cc的酱油 给它搅拌均匀 将茄子从盐水中取出来 用刷子刷一些太白粉在茄子的中间 将新猪肉馅料放入茄子中 用筷子轻轻的将馅料塞进去 然后用手指稍微将馅料抹平 像这样就可以咯 锅里热一些油 先将馅料的表层朝下煎 馅料煎至金黄色后 我们给它翻面 现在要煎茄子的表层 那现在我们再让它煎一下 两面都煎熟了后 就可以放到滤网中 让它滴油 嗯,香喷喷的茄子料理完成了 咸香的茄子是一道很下饭的素食料理家常菜 这样做菜 全家人一定吃的很满足 你会用茄子做什么料理呢? 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或是你想留言点菜也可以哦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桌的素食料理家常菜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